大家好,我们是蓝如鱼跟郑宇珍 那我们的专案名称是直凯瑞宁 然后它是一个直押资源整合的平台 那首先讲一下专案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认为专案就是从自己的经验或棺材道的问题出发 进而去探究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 那以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为例 就是科技如何解决乡村的困境 那就是我们开始专案的动机 而在探究这个问题还有实作的过程中 这个专案的受众还有做法也有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在后面会详细讲到 那接下来的分享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开始这个专案的动机和目的 那第二个部分会介绍我们想了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还有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 那第三个部分是建议和别语 也就是我们对高中数位公民教育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我们做这个专案的动机 那我跟余真在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 有分别参加不同的偏向服务队 那虽然我们都很喜欢在迎对期间 跟小朋友互动的感觉 但在过程中有一种想法也会出现在脑中 那就是这种五天的迎对 实质上到底可以为小朋友带来什么 那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 我们就去查了一些资料 让我们对偏向议题有更多的认识 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 在其中也发现 偏向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 那在高二公民探究业时做客的时候 我们的公民老师跟G20V的临时小学校合作 带我们做专案来发生问题解决问题 那我跟余真就借由这个机会 合作做一个专案去思考 作为一个高中生除了这种短期的迎对 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我们决定先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开始着手 于是我们思考了在迎对期间看到的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小朋友喜欢玩抖音 而且沉迷的程度是很严重的 那在与一些同学讨论过可能的原因后 我们认为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们对未来生涯的想象还有选择比较有限 那缺乏目标所以就没有读书或学习更多技能的动力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逐渐明确了 也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对未来有更明确的目标 那在确认目标之后 我们在公民探究课的期间就确认了计划做法 网站架构还有初步架设的网站 那在最终版架设网站之前 我们总共建立了三版计划 第一版是做线上游戏 有点像线上版的Baby Boss 就是一种职业体验的游戏 但那时候我们低估了技术相关 还有一些制作时间限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换了下一版的计划 那第二版就是整理目前线上学习的资源 还有做职业体验相关的桌游 但我们发现整理资源的受众 会有点偏向已经有学习动机的人 而且桌游也会有技术和推广上的困难 所以就产生了第三版 也就是最终版的计划 我们决定做一个职业资源整合的网站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职业 让他们对职业选择的想象可以更开阔 但其实现有的职业资源整合的平台已经很多了 那为什么不太会有小朋友去使用呢 我们认为原因是小朋友缺乏点进网站的动机 而且网站内容大多是比较生硬的文字 就算是有影片也是比较生硬的那种职业访谈影片 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比较简单有趣 就是类似心理测验的小测验 之后推广这个小测验会比直接推广网站 更能吸引小朋友点进去 让他们在做完测验之后 更有意愿点进网站 看自己的测验结果 那再来是网站内容 我们将职业种类以比政府职业分类 更易懂的方式去分类 再搜集相关的影片 那我们搜集的影片包括 但不限于一些比较轻松 类似综艺节目的职业体验影片 像是木曜斯超晚的一日系列 那让他们可以有潜入深的去了解职业 而且因为是YouTube影片 所以顺便可以可能改变一下演算法 就是让平常看YouTube的时候 首页不会只有一些类似抖音的段影片 那最后就是汇整各种职业相关的资源 让他们在对职业产生兴趣之后 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好那最后网站大概是讲这样 好简单介绍一下 那其实这版本网站是经过很多次修整 就是包括网站分类或小测试方式等等 那因为今天分享时间有限 所以这边就不详细介绍这个过程 好然后这个小测试点进去 是会连到那个 我们赖光方账号的那边 然后等一下会稍微介绍 所以就先不点 然后目录点进来之后 这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分类 好那比如说他可能对动物有兴趣 好那他进到这边之后 就会看到一些影片 他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亚动物 好然后在刚刚这边 除了影片这边点进来之后 会连到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整理额外的一些资源 好那刚 说到就是赖光方账号的部分 就是加入我们的赖之后 会进行一连串的问题 然后到最后就会测出一个结果 就是说你可能属于什么什么型 然后这边下面呢 就是有提供几个职业分类 然后他们点进去之后 就会直接连接到刚刚网站里面 那个职业分类的分页 好然后如果对这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我们的赖光方账号 或是直接在Google上查我们的网站 然后直接点小策略那边 好那 那回到一开始说 我们在贪旧与实作的过程中 导致受众和目标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认知到 学习动机不足的问题 不仅仅存在于偏向 所以最后我们将受众做了调整 也就是我们想利用科技去改变 缺乏学习动机的国小 甚至国中生的困境 而不仅限于偏向的学生 好那我们这里等等会顺着时序来说明 我们参与G0V 然后还有大大小小活动的方式 然后还有心得 然后再以我们的经验分享高中生 如何参与G0V 然后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 给大家当作参考 那我们一开始接触G0V 就像如今刚才所说的一样 是在课堂上面 然后直到去年8月的时候 书严老师然后还有Diff姐姐 就强烈推荐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去黑客松提案 然后我们才真正的参与 进G0V的社群 然后感受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不过我们其实也是新手 所以就是简单先分享一下 我们的经验这样子 那像我们的话 因为我们是一开始 就有这个专案的想法 所以我们参与的方式 就是大家爱说的挖坑 就是把我们这个专案提出来 然后让这个社群里面 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 当然高中生的话 也可以做跳坑的一方 就是加入别人已经提出来 而且自己又有兴趣的专案 然后我们认为说 要用挖坑或跳坑的方式 参与进来其实都可以 就是端看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G0V 它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讨论环境 所以就不用怕把自己的创意 跟想法说出来 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们目前做的好像还没有到很好 可是就会有很多人来鼓励我们 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 勇敢发言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 勇敢发言的环境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列了几点 来说明就是我们具体在G0V学到 并且执行的哪些作为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 如果高生尽可能的 强势列点的几项方式 也许会更能够收获到一些 讨论所带来的红利 那首先的话 就是建立或加入频道 就是刚才 就是Tiff姐姐有让大家加入 那个G0V的那个Stake频道 然后可以通过加入频道这一点 然后获得后续讨论啊 然后还有最终专案的机会 让讨论不局限于现场去参与黑客送 像是大家其实就蛮喜欢用刚才 好下一页 刚才这个Slag这个软体 其实我之前不太知道这个酷东西 然后也不太知道它要怎么用 对 但是在被介绍了这个软体之后 就发现啊 里面有超多很酷的想法 包含一些新的创意 然后或者是一些那种 已经在实行的一些有趣的计划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躺在床上 就跟滑IG一样 然后就躺平在那边看 然后就意外发现 哦 这上面真的有很多很酷的东西 然后意外让 就只是滑手机 然后也变成一种 就是扩展演技 还有创意的方式 对 我觉得加入这个社群 本身就是一直在吸收 前不一样的东西 好 然后再来是使用工具 来整理资讯这一点 就是 这一点的话 呃 我们认为也是对工作室 很不错的方式 可以找各种好用的东西 来帮忙整理思绪 对 下一页 像我们那个时候 呃 黑客送一起讨论的朋友就有 推荐 说 这个软体 叫做Miro 然后它是一个 变条子 新制图的一个软体 然后像是高中生的话 我们认为就不一定要用这个 啊 这只是一个举例 呃 反正就是 多去发掘一些 整理思路的方式 就是在建构自己的系统性 思考跟逻辑嘛 然后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暂且是不会被 TreatGPT的模板回答 所取代的 也就是说去善用工具 然后去培养自己 思考的一个架构 这样子的能力 是可以在这整个 呃 结构 然后还有在整个组织的 讨论上面学习到的 然后也是 呃 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跟呃 使用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共编模式 我们认为这也是 很值得学习的一点 像是在做笔记啊 或讨论报告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校内 在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 也都是会开一个 共编的笔记 或者是简报嘛 那这样其实都会更方便 也更有效率 然后也可以获得 非常多元的点子跟视角 然后落实彼此 各自分工的项目 像是GMV里面 刚才Kiff姐姐也有说到 是比较习惯 使用HackMD的样子 然后他也确实是 蛮好操作的 而且界面也漂亮 然后就不会像Google文件 比较容易格式跑掉 虽然像我的话 因为我的同温层 比较多人 还是在使用Google文件 所以我也是比较习惯 Google文件 但是其实不管习惯 是用什么 其实共编的模式 跟这个精神本身 它都是一个 很好借鉴的讨论基础 然后最后 是扩张推广范围的这一点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是 我们参与G0V的动机方式 也是成果吧 像参与G0V 我们一开始的动机 就是为了要扩展我们的推广 可是它也慢慢就变成 我们参与这个社群的形态 也就是方式 然后最后更因为这个推广范围的扩大 然后让我们更难割舍掉这个计划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成果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我跟如鱼是因为 我们高二下才开始做专案 所以我们计划起步没多久 之后就要准备大考 而且我们最后还考本科 所以我们的进度很大程度的 一再受到搁置 然后我个人认为啦 如果是我的话 我如果没有参与进G0V 或者是这些更多活动的话 我自己很可能就会放弃掉 这个一开始的念头跟动机 然后可能害这个想法 变成烂尾专案之类的 所以这边顺便进到 时间续上的下一个计划 也就是台中女儿馆圆梦计划比赛 来作为一个举例 像这个也是我们当初为了扩张 我们推广范围所做出来的尝试 我们那时候主要参与的方式 而更正原因有三 第一是争取经费 然后像是大家现在查 就是凯瑞你的时候 可以看到搜寻结果 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经费 买网站系统跟网约的授权 那第二的话则是 有很多做其他专案的同学 就我们认为说 这样子可以获得比较多元的意见吧 就是因为他们其他人 也有彼此做专案的经验 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后第三是我们想要 透过这个比赛的时间限制 来鞭策自己执行计划 那这一点在G0V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是蛮推这个机会的啦 这个是蛮有向高中生的一个资源 当然还有更多活动资源 就大家可以看自己的专案 还有自己的团队条件 比较适合哪一种的机会 而且其实这种相关的比赛啊 或者是资源 都是去争取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措施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可惜 那最后跳回到有列点的这一张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认为 以上都是高中生参与G0V社群 或者是发展专案啊 个人思考 还有累积阅历之力的一个好方式 然后这本身也是会在参与过程中 逐渐收获到的能力 然后来说说我们如何运用高中的课程 来做专案 除了刚才如鱼有说到的 探究试度的课程以外 自主学习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运用的时间 然后前面如鱼其实也有提到 我们是利用这个时间做哪一些项目啦 就是我们那个网站的成果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多赘述 但Q&A的时候如果有人好奇我们 具体还有哪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做展示 因为我们后面其实 我们在简报后面还有再多留一些东西 可以来做补充这样子 好 然后最后来回顾高中三年的 我们参与的数位公民相关课程的这些经验 包含临时小学校 然后还有我们的公民老师 数学老师所开的课 然后来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数位公民教育 在教育现场执行的状况 那首先是优点 我们认为最大的优点 其实就是让学生知道自己是 数位时代的载质的角色 就是学生是可以自己产生 产制资讯的 而不是单方面被灌输 那这个优点本身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做的专案相连接 因为其实我们的专案也算是 数位公民教育的一环 可以利用数位物质的推广 然后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去把 职业资源整合的更加 容易查询 然后容易检索 来让孩子们有更高的动机 去了解这些职业 然后进而降低 孩子们之间数位使用上的动机落差 像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然后再来第二个话是 食物面上也可以让一些有想法的人 找到有兴趣 然后可以一起协作的人 例如我们就因为这个课程安排的关系 所以就是在班上也找到了 有志之士 然后我们也去参与了黑客松 因而就有越来越多人给我们的专案提供建议 然后在SAY频道中 当然也有很多人时常转贴一些相关 类似的专案给我们当作参考 让我们慢慢摸索出我们去执行这些专案的方法 然后接下来讲不足的部分 首先的话我们认为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其实探究的课程就只有一个学题 加上遇到考试时间之类的话 其实要延续下去是有一点点困难 举个例的话就其实我们是我们班 最后唯一留下来继续做专案的一组 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时间问题 然后再来是课程设计上不确定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每个学生他产出 专案所需要的教学方式其实不一样 有些学生他其实需要非常多出色实力做的参考 然后他才可以慢慢建构出自己去实行 像真正要做出来的架构 然后但也有些学生是他已经有大致的规划 然后只是他需要指导 那当然也有一些学生是他就是想要头先洗下去 就是先做下去然后再慢慢修正 以我们个人经验的话 我们认为以我们个人经验 还有我们观察来说 就是我们认为平均上来说的话 让学生主要来做 然后引导这些学生去做 而非介绍成果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大部分时间给学生自己做 学生也会比较知道自己实际上面的盲点 然后最后是机会 我们认为让诱因进入校园的话是第一步 所以也许可以办类似那种高中创意专案 征稿相关的企划 就有点像现在不是很多文学奖 都会在高中校园里面办吗 像那样子的 让高中生可以看见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再提供一些诱因 可以是物质上面的奖励 也可以是有力学习历程的证书 像刚刚大家参与 这个营队的时候可以获得的一些证书 类似这样子来让大家愿意参与 然后愿意做 另外像现在其实高中生就我们观察了 其实还蛮投入在社团活动的 因为就是大家处理社团事物的时候 自学能力根本就超强 真的是超级厉害的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可以从学生社团来着手 像是联系一些社会研究社 电脑研究社等等的社团 而且这些社团通常都是会有各自的有校有社 然后就可能很有机会 可以牵扯出一大堆的联盟之类的 然后在他们的交流圈中 然后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讨论这样子 又或者说如果参与G0V的国高中生 自己有意愿的话 也可以在自己的校内创社 因为我发现其实参与G0V的国高中生 好像比我想象中多蛮多的 然后如果有意愿的人 也许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总之我们觉得 把做专案的机会跟能力 丢给学生自己摸索的话 其实是一个可以有效实践 数位公民教育的方式 然后也相信这个是数位公民教育 最后希望落实到的一个层面 就是让学生可以亲自的去体验 然后甚至亲自的去实作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高中三年下来 对数位公民教育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是针对教育者 那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学年 甚至是一个学期 这种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可以先直接带学生 熟悉工具的操作 那以G0V来说的话 就是SAC跟HackMD 不然可能后期学生需要花 很大一部分的时间 去自己熟悉这些工具 那会压缩到本来就很有限的 做专案时间 那第二点是上课内容 就因为以往听到很多 跟学生分享专案的内容 是专案做出来的成果 但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自己跟 大部分其他的同学 需要的可能是过程 就是包括专案是怎么发想的 那怎么让别人一起协作的 或是甚至是计划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或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等等的 好 然后第三点是office hour 这是我觉得G0V带我们做专案很棒的地方 也就是专案发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安排一个时间 让我们咨询G0V里面比较有经验的前辈 那这也是让我们专案确定方向很大的关键之一 那最后是对高中生做专案的想法 那第一点是我们觉得专案的发展 不用是像拯救宇宙那种很伟大的目标 可以先从生活中观察到的问题去着手 那再来是不用一开始就想要把问题整个解决 可以先把目标放在解决问题的某个小地方 那最后可以最后是可以多参加活动 那除了部分有奖金的活动 可以得到做专案的经费之外 也可以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 得到更多不同角度的意见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